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女团ESPA参加了以苏曼登母校首尔庆北高中的庆典 但是因为部分男学生们的傻眼行为而引起了粉丝们的愤怒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男学生们在网上发的贴文 我女友们来了 身材XX18 除了摸别的都做了 做爱 乱闯入舞台后拍照了 实现梦想了 XX 你们是怎么进入学校的 还随便上传别人的脸 虽然长得是不错 本来想要伸手摸 但是老实说 摸了可能会被高兴骚扰后 哈哈大笑了 我去看了影片 死吧 都是男学生 怎么都没有个保镖呢 别家粉丝也觉得很伤心 为什么偏偏是男校呢 之前FX去的时候 大家只是很频繁的拍照说漂亮什么的 才过了十年 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了呢 是以苏曼姆孝的话 自己去演讲就好了 连个宝安都不配偷 就让IDOL去 到底是在做什么 ESPA跟他们顶多就相差个三四岁 根本就是性骚扰 ESPA真的太可怜了 连别家粉丝的我都感到心疼 但是也是能看到这样的留言 现在的男高中生本来就是这样 也没有说是很严重啊 然后虽然SN没有派很多工作人员 也是个问题 但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管好秩序的学校 以及这些兔崽子们 ESPA加油 下个消息是 男团Blockby成员余光 女交往十多年的模特女友 乔年森分手了 今天乔年森在IG发文 最近看到我的现实动态后 很多人发私信给我 因为大家都担心我 所以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不是恋人 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在相处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姓缘 两个人分手的消息 在论坛观看次数超过12万 留言超过1400条等 引起了热烈讨论 而因为宇文当时在公开交往的时候 做了很多伤粉丝们性的事情 而且今天还在前女友的分手贴文点赞了 所以网友们的反应都非常不好 真心以为他们已经结婚了 不是粉丝的路人 也应该知道当时他的行动有多夸张吧 他不是爱不爱抖的问题 人本身就很清帅 尽管那样 当时还有很多粉丝保护他 真心的希望那些粉丝们 现在能追更好的人 对于宇文的分手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幼崽的舞蹈 非常可爱好笑的舞蹈 庆祝游家艺的出道四周年 庆祝游家艺的出道四周年 最好再次游家艺的出道四周年 都会夜观偶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